52甲施地因为地势低洼土地利用较为不利 有些农地甚至长期都为种植稻作 产值收益较差 县政府今年首度与地主以及民间团体合作 在3月底开始市种适合水洼地生长 台南官田的特色农业菱角 市地市种作为示范性的种植 第一年的面积约有两甲地 其实湿地它本身就不要地挖 其实种植水稻其实在土地利用跟使用上 其实是比较不利 所以我们就试着说想用产业面来改变一下土地的利用 当然也可以帮助在地的土地的利用可以更好 然后农民它的收益可以更高 52甲湿地菱角在开始时 生长的状况良好也吸引鸟类前来栖息 市种的青农表示 台南的菱角产值是水稻的两倍多 比惯性水稻产值好 52甲湿地菱角采用友善耕作 希望能够适应北部的环境 这个我们有到其他地方去观摩过 也是在台南去观摩过 它会是稻子的两倍多左右的产值 不过我们这边因为在北部 事实上还不知道它的产值到底是多少 不过我觉得应该都比一般惯性的水田的产值 应该是还要好 不过可惜的是这些菱角后来都不幸死亡 是气候适应不良 还是技术以及经验不足等等因素 县政府水之处人不气馁 将详细的来探究原因 记取以及累积经验 明年持续来办理市众 希望透过产业面的改善 来提升52甲的失地土地利用 以及产值收益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